好 老乃城的爸爸老泽康呢 他官拜是陸軍總司令的 少將副參謀長 在這個之前呢 是這個333市的市長 號稱天下第一市的市長 他在退伍之後 就換了跑道 投入他不太熟悉的商界 擔任什麼呢 擔任台北高爾夫俱樂部的董事 那去了解台北高爾夫球場的 都知道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軍方的球場 他董事就是一些退休的將領 他的酬庸性質可以說是非常濃厚 那麼大家可能以為 這是一個平常打高爾夫球的地方 但是熟悉的人知道說 這個就是一個這個所謂的 當年在民國42年 是總統府的戰略顧問 何應卿上將 他所發起的一個組織 就是台北高爾夫俱樂部 那麼他呢 包括了當時的獲得這個 吳三連啦 陳崇光啦 那台市的董事長陳崇光 還有孤政府 他們許多人的贊助 在台北市呢 在這個南機場 新建了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場 到了民國62年了 為了配合台北市的都市發展 改建為青年公園 好 那麼這個球場奉命 就要遷到五指山 你看這個球場真重要耶 它這個換成青年公園之後 還是要遷 遷到什麼地方呢 在65年的時候 完成了18個洞的球場 後來因為這個氣候欠佳 再加上交通不變 營業的不太好 其實不是這樣講 可能是因為這些將軍打球覺得太遠了 那接下來呢就把他搬到哪裡去呢 在民國67年左右 他呢關閉之後 後來經過桃園縣議會的邀請耶 邀請耶 把他請到桃園縣的盧竹箱 現在這個赤壁旗的這個限制 好 我們來看一看台北高爾夫俱樂部裡面 可以真的是灌溉雲集啊 他的董事長是什麼人呢 董事長是黃雲生 曾經擔任過馬防部的司令 是中將 那麼他的董事啊 包括了龔家正啊 他是聯合後勤司令部 他的參謀總長呢 這個曾經是參謀長了 是龔家正中將 還有他的董事呢 包括了這個朱玉琳 他是陸軍的工兵處的處長 好 那麼他的董事呢 還包括了陳其國防部的主計局的 陳其少將等等 那麼還有陳長俊是空軍戰管聯隊長 還有這個李肇明 雙甲兵訓練指揮部的指揮官 現在是現任的這些董事長跟董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青一色的 都是國軍退休的將領的酬庸 這就是一般人 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 但去打球的人都知道 這個台北球場的這一些過去跟現在 那麼現在呢 感覺上不是一個維修的非常好的球場 但是卻是許許多多心心打球的地方 好 這個老澤康事實上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 並沒有把他在中國的事業講得清楚 但是網友呢 卻在這個時候爆料說 他在中國的事業其實做得很大 其實在昨天我們就已經拿出這個爆料 但是我們今天持續帶你來看一下 杭州新衡經貿有限公司 這一家公司是中台合資 而且是獨門事業 經營的是石油 液化器跟能源化工 所以讓網軍就直接聯想到說 難道是軍中心差董事老朋友們 所介紹的生意門路嗎 而且1999年就到了中國去了 那個時候政黨都還沒有輪替耶 好 我們繼續帶你來看看 這樣的一個新聞稿是來自華夏經緯網 是2003年的10月8號 他裡面講到的是台商杭州 金華科技影藝公司的董事長助理 常務是這個常務董事勞澤康 原來勞澤康先生 他除了從事石化業之外 他還有影藝公司事業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公司擔任董事或常務董事 這目前我們還不得知 但是他在審台辦副主任的陪同之下去參觀了九江 然後他就表示說他們的先輩 勞先生 勞家的先輩在20年代就曾經在廬山置業 這一次他有特別的感情 所以一定會把九江 廬山介紹給朋友 一起來了解投資發展的環境 那麼到底勞家或者是榮安邱邱家有沒有在這裡治產 或者在這裡治業 那麼讓人很懷疑 至少我們所知道的是榮安邱邱家在蘇州 有非常多的世界級發展 就榮安邱來講我想是無可厚非了 這是他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對於台灣的這些退休將領 他可以這樣子就這樣來回穿梭兩岸 然後扮演兩岸之間的紅頂商人 他的這個三杯黃湯下渡了 或者是其他情況下 他有沒有把一些在這個國軍當中 位居藥金的許多的機密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民眾最擔心的事情 我想這些東西的傷害 遠遠比一個什麼阿帕契 招張項要來得大得多 所以我相信這個阿帕契 或者是演進士這些涉案的官兵 可能心裡面會有一股非常非常不服氣的悶氣 會想說我們的高官三軍統帥等等等 以降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敵我意識了 那你卻讓我們拍張照片 卻要給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帽子 我覺得他們心裡面想的可能是這個 也有些網友在說 這件事情的本身要看的是整個台灣國軍的結構 難道不是嗎 對 沒錯啦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勞澤康 他應該是全方位的一位通才 什麼東西都會 從石化啦 然後從這個軍事啦 然後連演繹 他都還蠻通曉的 事實上其實他那個演繹的部分 好像就是擔任沈慶光公司的這個 他是沈千金的弟弟嘛 那也就是說其實透過的都是國民黨黃復興系統 那為什麼會特別挑黃復興系統 然後到中國那邊去作為他事業上面的一個重要的幹部呢 我覺得那個目的性太為明顯 就是因為勞澤康的背景 而且他其實請的不只是勞澤康一位退役將領而已 還請了別的 那所以就是要利用他們背後的特殊的掌握到的資訊 去作為拓展他中國的事業版圖嘛 那所以就一定要交換啊 那你就拿你這些重要幹部的手中掌握的資料 然後去跟人家做交換 交換你的事業版圖 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的確是臺灣的國家安全讓人極為 極為這個可能晚上都會睡不著覺 這些年來沒有戰士 我覺得真的是有在天 老天有在保佑的天佑臺灣 而且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軍方沒有搞清楚那個重點 或者是說他們是故意把重點給搞錯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就是說眼鏡蛇那一團為什麼去 那個將軍的講法是說 因為當時那個時代不一樣 那個時候智慧型手機沒有那麼多 重點是在智慧型手機嗎 現在國防部下令全國全國軍人在智慧型手機 都要查一下 當國防部說什麼異地同時間 要開那個檢討大會的時候 是不是告訴大家說有一個重點 我們的重點就是要訂定智慧型手機使用辦法 智慧型手機是重點嗎 重點大家要問的是為什麼你可以帶人進去 為什麼他們可以有特權是誰都可以進去的嗎 問題在這邊 不是說我有沒有帶一個智慧型手機 我是不是把照片撥上 這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到目前為止是故意的搞錯重點 當然說謊是另外一個最最更可惡的地方 是從一開始就拚命的在說謊 而且其實通常要做危機處理這件事情 第一個準則就是當事人出來道歉 結果這個當事人不但沒出來道歉 找來自己的老爸爸跟大姐出來道歉 也就罷了 好啦四十幾歲了 你還是要靠爸爸跟靠姐姐 沒關係啦 就讓你靠好不好 爸爸還OK 他姐姐在講什麼東西 他姐姐說希望大家可以就事論事 然後這個社會需要安寧祥和 對社會很需要安寧祥和 去罵你弟弟啊 你弟弟為什麼要把這個社會搞得這麼不安寧不祥和 一個闖禍的人跑出來 然後告訴他 嘿我們大家來安寧祥和喔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有沒有搞清楚 大家到底質疑的是什麼 而且你說一馬歸一馬馬 反正這個事情 大家應該要就事論事 大家現在不是正在就事論事嗎 法律的部分走法律啊 討檢在查呀 那一條歸那一條啊 社會輿論歸社會輿論啊 我們現在不是正在討論嗎 我們現在就是按照你的要求 老姐姐就是論事啦 你到底是有沒有搞清楚狀況 傑銘 其實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來看一下 就是軍方還堅持說六英律 說五次六英律不是要塞堡壘 但政院早就說 那個就是要塞堡壘 已經發生這麼 就是所謂的三軍統帥 馬英九總統都已經震怒了 他依舊是說六英律不是這個要塞 那當行政院是怎麼回事 你看發生這麼多事情 他的態度是這樣子 那對於狗的部分啊 那更可笑了 連這個民黨的立委就說 你這個狗這問題怎麼解釋 因為這個兩個團交叉而過的時候 發生狗廢事件 那有沒有發生咬人事件 但軍方的說法是說 那是個人的興趣 那我以後就可以帶山羊 或者是粉紅豬 大象 都可以到軍營 那軍營就是 對 網身大概可以進去 你看這種態度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軍中的態度是多麼可怕 我先不討論饒澤剛的事情 我們現在討論這些軍官們 因為這個報紙過來的時候 馬上就馬上起底 先看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說的 到目前為止必不見面 但是士主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次是陸軍 就是陸軍司令部的最高軍官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東西 邱國正 邱國正外號叫蚊子將軍 為什麼外號叫蚊子將軍 因為他去南部視察的時候 這個車子裡面有一隻蚊子 那麼這蚊子 他也看到我的車裡面蚊子 就連這個小阿兵哥 連坐到士官 他叫號稱蚊子將軍 可是發生這麼多事情 在他陸軍當中 他一句話都沒有吭聲 到現在並不出面 那至於他的另外一個上級長官 叫做聰明總長 有人為他這個祭過喊冤 但是這個人 他怎麼會比參謀總長 因為當時在馬總統任內 發生八八水災 他有出去救治 所以我給他叫做風災將軍 就這個風災救治很好 那馬總統榮興大怨 你這個救災 馬上一直就這樣 因為一個風災 就升到這個參謀總長 但是其實他還算小可惡 最可惡是這個高廣齊 那高廣齊 基本上他擔任 兩個多月的國防部長 理論上應該最不及他 錯了 他以前就是做參謀總長 而在參謀總長裡面 幹了什麼事情 跟大家報告 剛剛不講說 我們這些將官們 很喜歡去洩密 很多去洩密 因為這些將官最愛幹的事情 就是性騷擾 他們最喜歡做的 除了叫阿兵哥 擔任這個傭兵 來看一下這一欄表 這些人都沒有得到 很重的責罰 所以當然去賣情報 也就成為正常了 來看一下 這些是中將 少將 少將 上將 天啊 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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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凍著一顆戲鬧三顆戲 幹什麼事情 來看一下 這個幹的是挪用公款 這是怎麼樣 這是什麼 桃色糾紛 因為到國外也要搞桃色糾紛 那這個上將更厲害了 直接把軍人當作佣工來做 這個很直接吧 上將沒事 都沒事 這些人都沒事 然後繼續 這個少將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性騷擾了 然後這個少將直接 然後這個少將直接怎麼樣 就是擁抱女兵客 就是軍官不夠 女士官不夠 女軍官不夠 直接抱女兵客 爽不爽 爽啊 這些任內都誰在幹的 都是他擔任所謂的 這個參謀總部長任內 這個人還可以升到國防部長 那我在想一件事 當然就會有人 就直接今天就上了電視說 這個我兒子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的看法不是 我覺得他根本是在替他自己說話 因為他的女兒露餡了 他說不要怪到我們家人 我們家人之間 因為大家怕他去查他 這個勞哲康對不對 沈慶光嘛 這個人是做情報出身的 可以變成是科技公司 營業公司的董事長助理 他是搞情報的 好 而且我們剛才談到 他是天下第一師的軍長 我請問一下 老共早就編轉他的名字 他的相片 就在台灣國民黨 990位官員裡面 他竟然睜眼說瞎話說 我大陸員工都不知道在幹嘛 大陸員工當然不需要 中國知道就好了 我問你一件事 當你跟著國台辦去什麼九江什麼山的時候 人家不會知道你過去什麼資歷嗎 你還大喇喇說 江流回到台灣了 要帶人來這邊投資 我覺得這樣子 上梁不振下梁歪 你在老廣澤 他在軍中是做副參模長 副參模長怎麼知道 就搞情報的 那你搞情報你會不知道老共對你知道 遼如執掌嗎 而且你的兒子竟然 你當你是台商 因為他在當台商的時候 他兒子竟然是在六零宇當情報官 再說一遍 這個人叫勞澤康 勞澤康在中國大陸做 因為他是三個年前才回台灣 表示三年以前 就他兒子當情報官的時候 他是台商 中華民國是怎麼樣 老爸做台商 兒子可以做情報官 沒事嗎 所以我這樣講 我今天聽台灣內容 他不出來還好 他一出來 我不要說老爸的眼淚 這個聽起來也蠻感傷的 哪個老爸沒有眼淚 我老爸也有眼淚好不好 但我老爸絕對沒有去中國做台商 好了 重點來了 他成為台商的時候 他兒子可以成為六零宇 最機密的所謂的情報官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當時在節目上面 就有一位就是主跑軍事的 這個就是名嘴 他說絕對不是只有一億 國不然前在同台 就幫他算出來了 他老乃城 他出去的時候 金額不是一億 他赴美訓練十八個月 每個小時 總共訓練五千個小時 每小時是十五萬元 老姐姐 你的弟弟是花了十億元 結果結果當完總子教官之後 變這個結果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每次關鍵時刻 我的電腦就會出問題 關鍵時刻什麼 他當總子教官 結果我們摔了一台 阿帕器 花了十億元 我不知道老姐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對得起我們這個國家嗎 他對得起那台摔掉的阿帕器嗎 沒有現在付出的社會成本 說不定整個阿帕器成軍三十幾台 通告毀之一一彈 所以現在不檢討 永遠沒有機會去檢討 那我必須要談到 剛剛談到的私領域這部分 公領域更嚴重 這些退休的將領 每個人往返於兩岸 出賣他們的專業 給這些後生小輩看到的是什麼 原來他的剩餘價值 還有這麼高的利用價值 為什麼 他在臺灣軍中他的經歷他的經驗 他的專業可以得到更高的利益 那這些特別是老乃城 我們看他背景 剛剛也說了專科班出身的 跟鄭其成是有落差的 如果他今天要在社會上 取得一定的地位 勢必要有很好的公關 他能夠拿什麼當公關 當然就用現成的這些武器 現成的這些資源 因為上面的長官 以前那些將領 每個都是用以前的資源 以前那部隊的資源 所以他一定要用現代的資源 為他以後鋪路 為他以後鋪路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 就讓我們整體要去檢討到 到底現在在整個國防部 這些退休將領 包括在退休的高級 職等的這些行政人員 到底對他們的管制在哪裡 這應該全面來進行檢討 避免後續這種狀況再發生 否則沒救 我們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第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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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五月 中間 20時